玄良刺骨 汉朝有个书生叫孙靖 他勤勉好学,读书非常认真 他常常读书到很晚 观观鞠躊,在何之后 悄悄淑女,君子好求 由于十分疲倦 他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瞌睡 突然,他想到一个方法 于是,他用绳子系住头发 然后把另一头拴在房梁上 这样,他半夜读书 一打瞌睡,立刻就被扯痛头发 一打瞌睡过来 这就是玄良 无独有偶 战国时期,有一个读书人苏晴 为了求取公民,整天泡在书堆里 他如鸡四渴的日夜攻读 夜晚他读书的时候 手里常拿着一把锥子 瞌睡,他就用锥子刺大腿提醒自己 后来,人们将这两个小故事合而为一 合称为玄良刺骨 用来比喻刻苦好学的精神